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号下午3点47分 枪决辅法 全案上诉期间还扬言要报复前妻家人 法院认为不知悔改判处死刑 成为蔡英文政府执行枪决令的 首名社会重大刑案要犯 今天下午的3点37分执行 那确认死亡是下午的4点01分 那已经有检察官会同法医师 这个相应完毕 这是总统蔡英文 上任后第一次执行死刑 也是法务部长蔡清祥上台后 首度签下执行枪决刑刑刑令 昨天本部的执行死刑神医小组 开会讨论 那么决议把理性受刑人来提出 给我来批驳 那经过我详细的检视 发觉并没有申请非常上述 跟再审的理由 同时也没有停止执行的情形 也没有向大法官会议申请示线 所以最后我就批准了本件的执行 事隔两年再度执行枪决死刑 外界认为或许这一枪 能有效吓阻凶残刑案 频频发声 三纯重挡 稍后回到现场要来告诉你 李鸿基到底犯了什么死罪 而43名死囚当中又为什么是他 我们等会来告诉你 接下来节目现场 在这些火转话题 带你来关心的是 蔡清祥上阵46天 就执行了死刑枪决 算是时间很短 速度很快 非常得快 而且我们今天下午 接到这个简讯通知 其实他是在三点五十几分 他上面通知你四点半 发布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者会 他甚至透过一些这个管道来告诉你说 这个记者会你非去不可 我们好奇说为什么非去不可 那一下他没有告诉你记者会的内容 但是后来我们多方的打听跟揣测 原来是死刑的执行 那后来在四点钟的时候 对不起我打个岔 三点五十几分收到的 三点五十几分收到的 那他执行死刑枪决的时间是三点三十七分 换句话也就是说他发简讯给媒体的时候 已经执行了 其实已经开枪了 所以这个消息是已经压到密不透风了 对 所以这一次跟过去对比比起来 其实他的保护消息来非常的周到 完全没有在事先透露任何口风 包括过去之前我们可以在下午在土城看透所 拍到一些实际看 拍到死球出来的画面 最后一段路 都没有看到 这一次而且地点是选在高雄的李鸿基 那高雄来也措手不及 所以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他等于是执行完毕之后才发布消息 四点半开记者会同时 他其实四点零一分已经证实李鸿基的死亡了 已经扶法了 对 这跟过去最大不同的点 所以消息密不透风 密不透风 所以我们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 3点37分执行死刑枪决 这在过去这个时间点也是比较罕见 也是比较罕见 因为过去我们通常 过去这10年来执行枪决的死球 大部分时间点大家都落在5点半以后 5点半到7点半这中间 这北中南一起执行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时间点提前了 而且只有一个 那为什么只是他 以及为什么时间点提前到下午3点半 这个目前为止法部没有给我们答案 可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的特征来研判 过去是北中南一起 可能是而且他选在秋决 会选到8月31号 可能这个时间点 那为什么提前到这个3点半 没有答案的原因 我们目前不知道 可是可以感觉出来说 这一次可能故意要把这个焦点 集中在这个人身上 然后所以把这个时间提前点 让大家都措手不及来不及 因为过去会按照经验室研判 他可能会在傍晚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以去部署 去拍到这个最后一里路 可是这一次就提前到3点半 而且没有人知道 这是我们跟现在跟过去对比最大的差别 好 因为我主持5次新冠点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有几次执行死刑枪决 除了郑洁那一次是一个人之外 之前其实就像你所说北中南 甚至于我们的媒体记者都还会拍到死球 要执行枪决伏法前的最后那一段路 甚至还有人拍到说被拖着 发警拖着去刑场也有拍到过 这一次完全没有 这一次我们知道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来不及部署 也来不及拍了 我们来谈谈李鸿基 因为观众对他可能比较陌生 他到底犯了什么死罪 李鸿基他是一个经常家暴 已经家暴成性的一个男子 2013年的时候 他就是因为他跟他老婆分 因为他老婆申请家暴令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谈好了 就是离婚 而且把那个小孩的那个抚养权 全部都拿走这样 所以那个李鸿基 突然间有一天就想说 躲在那个幼稚园门口 就等他那个大女儿小女儿去学校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当时当天 杀他老婆那一天的监视器画面 对 因为他那个缜密计划 他在那边已经其实部署了很久 就等着他知道说他的大女儿小女儿的话 放学的时间大概他老婆什么时候会接他来 所以那天他突然间就跑过去 就抱起他的大女儿之后 拉着他小女儿要上车 你看 有没有 就抱起他大女儿小女儿 那个小女儿就比较聪明 比较激紧 就跟他跑回去幼稚园里面 所以他有两个小孩 对 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孩 所以他抱起他大女儿就就往车上走 拉着那个小女儿 那小女儿比较激紧 回头就往那个安心班幼稚园里面跑 那他老婆那个时候就是要护着他那个小女儿 可是那个李鸿基就火大 因为之前就是你常常申请家暴 你常常怎么怎么 又离婚又抚养情 又不要让他看孩子 所以他这次就用强烈的手段把他抱走之后 他竟然拿起随身玉藏的刀 就往他老婆身上就刺 当场把他老婆刺死 这就是现场在拉扯的画面 对 他把他刺死之后 他带着他的大女儿进来跑到新竹山区里面 竟然把他预藏的那个煤炭 就在车子里面就烧炭 就把他大女儿一起就那个 那可是你知道吗 所以是他跟他大女儿一起烧炭之上吗 对 一起烧炭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李鸿基后来被发现 送医急救的时候就回来 可是你知道这个大女儿竟然就这样就走了 那时候法院在审理的时候 其实这个案子也很奇怪 一审的时候判李鸿基就是杀害小孩的时候 无期徒刑 可是杀老婆是15年徒刑 所以因合并执行无期徒刑 可是你知道吗 在上述二审的时候 二审法官竟然认定说 你李鸿基不可教化 因为一审的时候认为他可教化 可是二审法官完全推翻 他说你看 你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是经过缜密的计划 而且是有预谋性叫杀人的 就是杀害那个小孩跟大人 所以他这个二审 而且你知道吗 李鸿基竟然在庭上当场讲说 他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让他放出去 他还会去继续杀老婆 他说他要报复前妻的家人 甚至还锁定了他要报复谁 他说还要再杀两个人 这是不是在二审逆转的主要关键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李鸿基这么恨他的前妻 跟他的前妻的家人 因为他其实在2014年 被申请家暴令 然后打他老婆跟他小孩的时候 他其实被入狱关了11个月 他是出狱之后 觉得心有不甘 再回去找前妻报复 刚刚看到的画面就是 在2014年的4月16号 他出狱之后 没有多久就跑去找他老婆 跟他的小孩 想要把他小孩抢捕上车 然后当场刺杀他太太 后来就跑到新竹山区 后来整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之后 出现逆转原因 是因为他二审时 他在审理过程当中 他跟法官说 他如果有机会活着出去 他活着离开监狱的话 他会找他前妻家人报复 这个是后来二审法官 推翻一审法官 这个无期徒刑的关键 也是他挺上的态度 让法官觉得他非常恶劣 而且法官还在判决上 写了一句话说 可见监狱教化 难以矫正他的恶行 所以后来二审法官就判了死刑 再跟一审也是死刑 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就判了死刑定宴 这是全然最大的逆转 但是我看到判决书 写了六个理由 其中一个理由是 当时法官说 他要矫正社会的 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只杀一个人不会死 是 第二个是 如果这个人想死 他求死 那法官判他死 其实双方了无遗憾 因为据说 其实他很想死 对 这个判决 今天下午执行 看起来法务部长 讲了几个理由 他是求其生而不可得 所以把他枪决掉 但是你仔细检视一下 整个司法程序过程当中 其实他是想要被枪决的 而且他想要排前面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一审的时候 他就拒绝做所谓精神鉴定 所以他律师说 其实要帮他做精神鉴定 而精神鉴定可能对他会有利 他拒绝了 而且在所有43名 包括他这个在内 43名死球里面 都有几个共同特征 他们可能想要求生 他们会希望申请视线 大法官视线 可以拖长一点时间 也可以申请非常上诉 可是李鸿基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蔡部长 在昨天开会的时候 挑出他签署死刑令的 第一个人选 好 为什么是他 因为在43名死球当中 其实 其实当然每一个死球都罪无可数 罪无可换 但在43名死球当中 当然民众有疑问 你说杀巨青 有杀老爸的 杀百刀的 你说是因为情杀 因为感情 杀老婆或杀女友的 有杀167刀 几乎把脖子砍断的 你说杀最多人 有KTV纵火 死了五条人命的 那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他 最主要在于 第一个 现在目前我们所谓的死球 都是所谓人权团体 跟律师 跟帮帮刚才讲 就是跑到监狱里面去 刚才讲 你要不要申请 大法官视线 你这个搞不好 虽然你已经是 罪证确凿 但是因为大法官视线 他可以去做一个 所谓的合理的解释 解释你可以不用 这样子执行死刑 那通常一般来讲说 好好好 然后你就写个委托书 签个字 他就把你送到 大法官那边去 然后就要开会 这个部分上来讲的时候 这个法务部通常会跳开来 这必定会跳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申请失线的 有申请非常上诉的 反正在司法的程序当中 你如果还有在走的 那有可能就不会被选上 你会先跳开 这个叫做有疑虑 就第一种有疑虑 第二个有疑虑是什么呢 我们项目线 有很多人权团体 跟律师 他会在干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会动不动的话 不断地上诉给 那个什么 那个检大总长 提非常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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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目前公务人员的 整个机关的 那个法律的规定是这样子 如果今天人民有疑虑的时候呢 公务人员要回答 你不能够回避 所以呢 就不断地有没有跟你讲说 假如说今天我被判死刑了 然后突然就跟你讲 胡销城罪不是死刑 非常上诉 非常上诉 一次不行 两次不行 三次不行 我可以跟你搞两到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这个时候就是 第二个疑虑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如果检大总长 这个时候突然间想一想 感觉好像怪怪的 这个时候的话 有可能有没有 这个时候法律部长 这个时候排除掉 这第二个疑虑 那再者的话 其他的话 你说如果现在求其死的话 那前段时间 你像在桃园 有没有 那个时候放火 杀掉自己的 整个家里面的六个人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那个过年期间的时候 烧死至亲 老妖烧死全家人 到现在为止的时候 他应该就讲 判死了 判死了 结果呢 我们的法官有没有 有没有说同意他 没有啊 然后甚至我们的那个律师 还跟他讲 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被无需徒刑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我不晓得 当时程审这个法官 有没有 你怎么判 其实这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在哪里 为什么到后来的时候 他还是执意 有没有 去把他做死刑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执行 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 二审的时候 曾经有说 你那时候讲说什么 不死不休 有没有 这句话 就是要报复 前妻家人 你是不是气话 是不是因为情绪的气话 法官还帮他找理由 有找哦 找了之后他说 没有 我跟你讲 我就是出来之后 我没死 有没有 出来就知道 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也因为你这个样子的话 造成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你今天有没有 我们本来的法律 就是在矫制 什么叫矫制呢 就是你本来是为恶 我要让你变善 坏心要变好心 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 好 为什么是他 跟社会氛围有关 当然这个社会氛围 应该有关 每次执行死刑的话 都是因为在社会上 出现有多问题 对不对 我们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说 华山案 对 最近 因为今年的氛围 就是说 我其实在之前 节目里面就有讲到说 为什么这一次 执行死刑的话 一定是跟 副佑问题有关的 因为这今年 你看以来 因为其实蔡清祥 刚上任的时候 就有人预测 很有可能会在 八月或九月 执行死刑 那么当时 各界都开始猜测 到底是在命死刑当中 谁有可能被挑中 当时我记得 你在节目当中说 会跟妇幼有关 妇幼有关的 对 就是因为 今年的那个分尸案 跟一些命案 都是跟妇女小孩有关的 所以这个 这个什么 今天这个执行死刑 这个就是跟 符合这个条件 因为他是杀老婆 跟杀小孩 所以他今天为什么会 李庸庆会被抓出来 放掉就是因为 跟这个原因有关 而且我说实在 我很佩服蔡清祥 他真的是 政治头脑非常的好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会挑 这个李庸基出来 其实你会发现 除了刚才大家讲的 这个李庸基 他是争议性最低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提 非常上诉 也没有提四线案 就他没有疑虑 对 他没有疑虑 他没有任何争议 而且说实在话 他也没有冤案的可能性 对不对 而且他今天 他知名度很低 他今天大家出不来说 像是李庸基 连他犯了什么事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没有那个印象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的话会让那些 主张废死的团体 人权团体 他就觉得说 到底这个是什么 就是没有一些 很明显的抗争的理由 对不对 所以蔡清祥 他今天 他说他 刚才到记者会里面 他也讲说 他经过审慎的评估 那大家想说 其实应该杀一些首恶 像之前那个刘华坤 有没有 那个台南星划的母子命案 把他老婆跟小孩都杀死了 而且还吊成能干那个 有没有 对不对 问题是怎么不是他 王洪伟 王洪伟之前176刀 王洪伟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 砍到那个脖子都 砍到脖子都断 砍176刀 那个脖子的女朋友 那是要追求对象 对 他追求对象 他喜欢那个张姓女子 他那时候在追他 他不答应 就给人家砍成这样 这个时候都很凶残 对 还有另外一个叫郭琪珊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因为人家村长收容他 他住在他家里面 他竟然 就是因为说 他觉得有一些不顺的人 他还讲过一句话 就是你逆我者王 对啊 就是因为那个村长 对他就不是很客气 可是人家收容你 那你难道还要 自己赌访帝 每天自己赌访帝 对 他竟然放火烧了 把他那个老婆 跟他两个女儿给烧死 对对 可是这个郭琪珊还是怎样 全台湾现在 最年长的死囚 他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 因为他八十几岁 可能不会优先排他 对 他当然不会排他 那个邱和尚 陆正安大家也觉得 过了三十年了 对 那因为之前陆正安 还是有一些争议在里面 而且人权团体 一直在积极在救援 所以这个争议会很大 对对 所以也不会动他 那之前那基隆卡拉OK 那个林旺仁杀了五个人 也是纵火公园 就给那整个卡拉OK都烧掉 死了五个人 那这些是不是罪大恶极 可是这些因为当时命案发生的时候 都是相当轰动的案子 所以你如果把这几个 偷偷来弄掉的话 势必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跟很多人的讨论 所以今天李鸿基 这个是讨论 知名度最低的 而且大家觉得争议性最小的 把他弄掉之后 就刚好最近南部的水患 民调 执政党的民调很低 所以他竟然就杀掉这个之后 你认为是执行枪决救民调 当然是救民调 因为我们看很多以前 台湾以前 只要在台湾社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 都是用死刑来执行的 对不对 大家记不记得郑杰 为什么会弄掉郑杰 2012年台南曾文清 那个汤姆熊那个命案 接下来每一年都有那个随机杀人 而且是儿童被杀 台南那个图嘉文在2013年的时候 沿路就这样砍人 就一路砍下去 对不对 2014年是谁 就是郑杰 那2015年是什么 龚崇安在北投文化国小杀了小童谣 2016年3月28号王景玉小灯泡 把头人家剁下来 对不对 所以为了遏止随机杀人的复制犯案 对 所以他两个月之后 就把郑杰给枪决掉了 那可是有没有效 有啦 到今年为止都还没有发生那种 幼童的随机杀人案 那而且你知道吗 更夸张还有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是2013年那个时候 2013年那个时候是台湾治安最烂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有那什么烟头案 有那个分尸案 对不对 还有什么巴里双丝命案 甚至还有什么盐乃杀阴案 有没有 连那个盐乃杀阴案 还有 周里的关系 还有张花那个日月明宫 有没有 是 把那小孩关起来 打得细意外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社会上的氛围 就是你治安就败了 治安就败了 执政党的那个民调 就一直往下掉 你对治安没有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 曾永夫执行六个枪决 一口气执行六个 包括陈金火广德墙 也是在那一次 那个吃人膜 就那一次 把他变掉之后 那一次我有影响 我们在棚内 已经要露营了 听到消息 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以前只要发生ECFA 或者是那个什么 江国庆的冤狱案 还有那个林毅市 赖素如的贪污案 什么东西 只要社会上 有一些动大事件 他为了要转移目标的话 就会执行枪决 对不对 每一年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一次 刚好又发生在水灾之后 而且你又挑一个 试试看看 为什么人家 现在执行 会不会你选举还很久 还有八十几天 对不对 会不会太早 不是 这个先试一个看看 如果有效的话 搞不好过一阵子 再第二个第三个这样 好 所以执行死刑枪决 既是司法动作 也有可能是政治动作 不过我们回来讲李鸿基 他今天的最后那一礼路 不是上路之前 会要吃上路饭吗 据说他什么都没吃 他什么都没吃 而且他听说 先下午高雄 有开了个记者会 说李鸿基最后礼路 他是自己走过去的 过去有一些 死球 他走最后一路的时候 他不敢走 他是全身瘫软 瘟股 寡筷 对 黄红玉寡筷 最后还是拖进去 用拖在形状的 变掉 可是他没有 他是自己走的 而且通常过去的传统 会让这个死球 吃个便当 会吃个丰盛一点的 然后再配一杯高粱酒 有肉囊吗 有 可是他都没有 他只要求喝一杯水 跟抽一根烟 就上路了 然后开了一枪 过去有一些死球 可能在伏法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是趴在地上 据说最多有开过六枪 六枪的 那他只有一枪 一枪比名 然后1537 开枪 1601的时候 证实他的死亡 对 那跟过去不太一样 好 最后一礼路 对死球而言 举步维艰 我在想 我今天觉得这个部队蔡清祥 他是不是不信邪的人 我们今天以前说 是什么 过去我们是不是说 鬼月不会执行死刑枪决 过去我们怎么说 有这个习俗嘛 一点 过来的时候 我们以前的枪决 都是在凌晨 五点的时候 天会更的时候 是什么 我跟家在晚上七点八点 那时候执行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天要执行 假若叫 这个清祥这个缓分就没法出去了 这个灵 灵魂 没法出干嘛 因为天还执了 假执了 所以以前都在天还没执进井 进井 你有时候拖下去 幽魂才能够离开 对 你如果晚上七百点来清祥的时候 那都没有这个疑虑嘛 所以你要看 自从台湾到现在就对了 还不敢说 会不会三点四点多清祥 就是以前 不然就是在天更进井 对 不然就是在暗头 对 已经太阳落山了 对 你想 现在这个清祥 这个 阿波的时候清祥 它这个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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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去了 我跟你说 在缸网里面 但是这是民间信仰 对 这是民间信仰 但是还是爱信 我跟你说 每一遍 清祥 感受在清祥的时候 什么人都不知道 要清祥什么人 你如果只是補座 勘力来的时候 开天窗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怎样 因为以前 清祥 案子确定 三天以来 要执行枪决 以前 所以那时候就知道 这三天我们就知道 谁的 谁要清祥 所以在案子确定的时候 家庭都会拿一支 新的衣服来给你 这支新的衣服 就是要让你清祥 要穿路的时候 好好用 所以以前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想到处理的 新穿上 我跟你说 你已经死刑了 你只要死刑 不知道要执行谁 但只要你是死囚死囚的家人 就会帮你先把衣服 准备好 帮你准备好 你现在到时候 一定要到什么 晚上 像我们以前的 都是跟晚上四天晚上 你只要听到 罚警的声音 就知道 有人要再拖去清祥了 四天晚上 罚警不会出现吗 不会出现在监狱里吗 不 下去四天晚上 四天晚上把你拖出去 所以那个手握罚警出现就是 对 你如果走路 听到 靠没声 不知道有人要拖去清祥 可能有人要执行事情 那时候还不知道 什么人 一直开到下方的门 就是你 那时候你才开始换衣服 你才开始换衣服 你才开始换衣服 開門才知道 不 以前还有死囚 你知道吗 因为在换衣服的时间没有 所以他只要今天早上报纸 有开天窗 有没有 他就知道今天要执行使行 那死囚 晚上洗澡洗澡洗澡的时候 新衣服就换上去 就坐在那边等 坐那等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他 对 等到那个 刚才兵哥讲说 那个管理员 把人带出去 因为带出去之后那些脚垂有没有 都在头上看一看一看一看 是那个声 他听到那些声音了 不是我 对不对 因为有脚垂出去了 谁能放起来 再折好之后再放回去这样 等着只要每次有看天窗的话 他就知道要换衣服 那天窗就是補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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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台北看守所 因为他走出来 是从地藏王菩萨那条路匠出来 整个轎轎轎轎的时候 大家都会真的心肝 一直戳 四行 我们在说那条行叫四行 那条巷子叫四 叫四行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安定求情 所以才改掉 改成晚上 八九点的时候 就是凌晨的时候 对啊 而且后来 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育友 后来还有人发现说 不是执行死刑枪绝不是那么顺利 有的人开裙子穿了 你现在等 你开下去没思念就 我还要等 等你看到心中有疼 不疼 再开 再補 因为那个时候 他打麻药 所以他要一直補 所以那个时间有时候拖 一拖到 哇 那个只要太陽一出来 他就说这个魂 没有办法去本门公报告 没办法去报道 所以他们就想说 那干脆就凌晨 反正问题这么多改成晚上 改成晚上 对啊 那其实他说 今天是下午三点半左右 是比较罕见的时间 今天是有时候比较提早 可能就让后续的作业 看后作业 其实那个情形的时间 不要摸黑 其实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这个时间 并没有所谓的规定 唯一有规定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是过去的时候 曾有一度的时候 是很流行在那个 晚上十点钟到清晨三点 有另外后来就延到五点 这段时间 但是因为当时的时候 在执行的时候 因为那个枪声大作 而且以前没有加钙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是 因为它上面有那个铁皮夹盖 所以那个声音 你比较没有那么大声 你说铁皮夹盖是 台北看守所的刑场 刑场 都有做隔音的 以前没有铁皮夹盖 以前没有隔音 以前没有隔音 附近的邻居如果住的 比较高楼一点的 他可以躺了个矿物 而且以前的话 那个是用的是左人手枪 左人手枪声音超级大 所以远远就会听到那种 啪那个声音 有没有 有时候还听到那个 受起来的哀嚎的声音 这样 吓到旁边那些 旁边那些住的人家 有没有 完全没办法睡 他甚至有时候 到什么程度 后来之后就 大家就沉寝 沉寝之后就把它变成 现在目前你看到 这个有加钙 旁边有那个什么 加隔音板的 这样的状态 北锁的状态是这样 后来流行到什么程度呢 后来因为媒体都会知道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到那个什么 上面那个 那个公寓上面 顶楼上面 把那个摄影机都架那边 架在公寓顶楼啊 架在那边才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兵哥讲 那个说走那 最后那一条路有没有 死相 这样子进来的他的状态 为什么用那个 掉啊 掉那个镜头 可以掉到很近 可以看到那个死刑犯的表情 是被拖的呢 自己走的 或怎么样 我讲当初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陈进行有没有 也是有个臭俗 他那个时候 从那个监设出来的时候 就腿软了 反正听说之前的时候 还可以不要大家参 他是走出来了 他的那个 他那个监设之后 就开始推软 一路被拖进去到那个 陈进行那时候 陈进行那时候 是从中央市出来 那个时候我们 我拍到的是独家照片 就是他从那个上球车 因为那时候 我就跟那个方子杰讲好 因为那时候在看守所里面 所有记者都被赶出去嘛 那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 掉高台啊 那时候媒体记者电视台 都掉那个 掉车啊 他把摄影机掉到上面 那个摄影记者掉在那边拍 可是后来才发现说拍不到 为什么 他是从中央市出来之后 就开始坐球车 一路这样 绕了看守所这样进来之后 到了刑场 他是车子抹进去 就把陈进行拉出来这样 那陈进行那时候他晚上 那个时候也是 那个总务科长就跟我讲 他准备了一些卤菜 一些酒啊 他有吃吗 他没吃 但是陈进行那时候就 不是听说老娘一定要吃 没有啦 他没吃 有一瓶那个小高粱酒嘛 才能够圆圆满满上路 对 问题是他就没了 因为他那天是要捐赠器官 他那时候要捐赠器官 后来被拒绝了嘛 对 因为所以他也没喝酒 因为他捐赠器官 也是脑死的话也不怕 所以他那时候抽了两根白长寿 吃完之后 他又把那个刑场 执行课的主任检 他跟他讲说 好可以啊 所以就这样 趴在地上 就这样执行辞学 应该最淡定最坦然的是刘宦荣 对不对 那时候走出来的时候 割划中华人五万岁 好 我们回来再讲这个最后一礼物 所以说 刚才你说 对 那是在凌晨四五点 听到的交流声 听到管理院 还是法庆经过 你就知道 今天有人要执行枪决了 你如果三个元后 他都会拿一张一千块 厚厚的 变成小长方形 小长方形 一千块 把它折一折 对 白的折 对 手尾钱是不是 那是手尾钱 手尾钱 这就是要把白折的人用 比如说 白折的人是不是 筷子手 不是 以前我的四口 我在四口 做十个人的时候 有人清洗的时候 因为四个的办公室 隔壁都要清洗凌 他现在有同事说 今天你们要清洗 我又要拿米皮去泡 米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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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不是沙地吗 对沙地 沙地你又要補它米皮 但他躺在棉被上面 他是趴着 对他是趴着 你现在人搓出来的时候 人现在搓出来的时候 有的人比较少了 我们刚才说 有的人比较少了 所以他会问他最后的遗言 一般执行的团队 就是两个枪手 唯一看不到枪手的人 留下来感受执行枪手的人 两个 罚警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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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監察官 一个罚警 罚警 这为什么需要两个枪手呢 两个枪手 因为我跟你说 他现在補一枪 他一个新的就对 有的新手 有没有 有的新手 他担到的时候没死 他会坚持 对 因为我们现在拍的时候 他在后面 心中的地方有一个圈 你老手的时候 金银一枪就毙命了 对 你有的新手 他会担歪 像以前 以前有的人没煮肉丝 有的人说 我没煮肉丝 对 金银担了 心中 那个青银担起的时候 对吗 在哭的时候 老手 金银一枪 再補一枪下去 一枪就给他毙命了 你说吴辛华 吴辛华 吴辛华就是没有 開五枪 没有打麻药 对 他说他要体验 那个灵魂出窍啊 所以说 你要看 到那一枪 清晨之后 要让他拍的主要原因 是他不能够 不能让他看到 任何执行死刑的 你二枪 譬如说 我兵的时候 不能叫我的名 你在里面 都不能说 叫我的名 所有在座 都不能说 叫任何的名 你知道吗 他叫任何的名 他就知道 这个西医院就知道 什么人把我担心 怕冤魂找上他 对 所以说 他现在 一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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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脚靠人家 搶着药 人家搶着药 搶着药 在里面有个传说 只要这个脚僚 执行过一次 执行 就不会再执行第二次执行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你如果官方 跟主管交易 你会说 主管 陈文斌执行 执行 那肩膀拿来 你不能说陈文斌 那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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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肩膀都要膀 那肩膀 都要膀膀 所以用膀膀 就对啊 你会兴奋 因为他们讲说 这个脚僚 你如果拿来 自己带上去之后 那你就不会被执行死刑 你执行死刑 你执行死刑 也不会被执行死刑 对啊 所以这里面 正确有发生过 就是 一行之后 这肩膀 掛了另外一个 身份完之后 但是他的官司 要走完嘛 结果走到买了 所以这是监索的迷信 你们在监索的迷信 对 监索的迷信 你要看 你看那时候 摸摸摸摸摸摸摸 每个人在做的 好像检察官和书记官 没有 每个人都会拿一个 紅包三千块 只有我们没有 十个也没有 十个也拿一千块 十个也是什么意思 十一 那 那个脚僚 是你们去拆的吗 对啊 那一千块是你拆 谁拆就谁拿到 对啊 那一千块 那一千块你不可以 好像 罚钱同样 你这三千块 你要拿去抗衣衣衣衣 不然你就会拆出去 你不能拿来自己拆 你就要拆出去 所以那一千块 一定要捐出去 还是买东西大家吃 买东西花掉 那一千块不能放在口袋 也不能存在你的存在里 所以说 以前 因为以前 北厕城的淫犯 我跟你说北厕城的淫犯 淫犯 淫犯就是说 裡面有鬼就对了 那时候 大家那时候 那时候 一些粉 一些西英华的粉 要是煮煮的 按时煮煮的 这个粉 不可以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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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引导的时候 到这里 建议说 用一个 地藏王菩萨 以前的北厕 是没有地藏王菩萨 就是在清潮 所以刑场里面的 地藏王菩萨 是因为这样来的 因为 地藏王菩萨 都在刑场内 有没有 掘一个画像 一个画像 地藏王菩萨 那是真的有一间廟 对 有一个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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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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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面要穿上去的时候 就是说 整个 整个门关开的时候 都在那補兜 你如果 那些法庭 要执行死刑的时候 都会跑去那裡 先拜拜 都会跑去那裡 先拜拜 好 我们来看 是不是这个 对 这是一个画像 这是以前一个画像 这是以前一个画像 这是以前的刑场里面 一个画像 这是以前的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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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过 地藏王菩萨身上 有个骷髅头的样子 这是以前的旧的刑场 我现在 现在他这个虚拟有没有 这是旧的刑场 旧的刑场 旧的刑场就像 孝晨说的 是他们开装的时候 那时候都没有隔音设备 都没有隔音设备 都没有隔音设备 那个地藏王菩萨 也一起把他完工 那地藏王菩萨是死囚 不管他信什么教 他都能去拜一下 对 你只要走过就对了 所以你看 之前 新光集团绑架案 有没有 胡关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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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刑场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感应 还是怎么样 他拖出去 他是用拖的拖出去 拖出去的时候 那枪手执行死刑的时候 基盤 那会被鬼没什么流 你知道吗 结果 你来检验死的时候 检验死的时候 知道他已经咀嚼去了 没有啦 他在 在前一天 他在他牢房里面放雪 放了一个晚上 放了一个晚上 因为那个胡关堡 他昨天都太空 太空想要挖下去 所以他那时候想说放雪 看第二天早上 可以保外救他 还是怎么样 后来是因为 整理他的牢房之后 那个棉被一掀开 那棵子都摸摸 他是太空太空 看能不能保外救他 所以那个时候人家还笑他说 你胡关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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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放雪 放了一个晚上 其实死囚都蛮迷信的 但 民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有 据说连枪柜的枪 都会有一些灵异现象 那个 我之前在陈信心在辅法那一次的时候 当时我曾经追那个 他执行的那个警长 他是一个法警警长 结果后来 结果我就趁他 他中午的时候去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跟着他后面去吃饺子 所以就堵他 堵完我就要说 我就问他说 你这个枪到底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因为他们那个 法警司你那个枪 在高检署里面 他都好几把 他不是只有一把而已 他说其实有没有 要拿把枪拿去执行的时候 其实他会有征兆 我说什么征兆 我那时候问他说 你不要胡隆我 什么征兆 他们枪柜有很多把枪 但不一定是哪一把去执行 他说那一把的话 你会看到他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状态 他有些自己会有点感觉 微微震动的状态 那是一种 微微震动的枪的叮当 震动 震动 你看他会看得出来 那个是震动的 那是他的说法 是喔 我不给他保证 这是他的讲法 那个姓李的警长讲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就说其实有没有 那个枪还有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有些会出现清脆的 像是敲东西 我们讲敲到东西的 那个声音这样 喔 那个声音会出来 他说自己会发出那个声音 自己会发出那个声音来 那我说那 那完了之后的话 那你之后要做什么 他说他之后会把那把枪 搅回去嘛 那搅回去的时候 那你如果发出声音 或震动的话 筷子手就会去选那把枪 那是他的说法 所以我为什么 保存疑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我逼的 没办法有没有 告诉我这一个答案出来 不过刚才 刚才在讲到 有关于像那个行刑的 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应该这样讲 为什么会有那个 地上的菩萨 那个泥塑像在那里 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所长 当时是有一任 姓徐的所长 那个所长呢 就有一些的那个 有闹 那个时候北所闹 出现一些零星星的闹房 这闹房跟鬼是有关系的 是说 那个受刑在里面 那时候被鬼压 就是阴返 我刚刚讲的阴返 阴患 阴返就是 阴返就是 脑房 鬼脑房 鬼脑房 阴就是阴间的阴 鬼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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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有出现 那个鬼闹房的状态 然后再加上 大概差不多在 在傍晚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个 杂役要去清掃 是 清掃的时候就看到 有个人影 你们就从那个 当时还没有泥塑像 那位置 推一下就过去 刷一下就过来 之后 然后那个 杂役下到一个 把扫把丟掉之后 然后跑去跟那个管理员 讲说有鬼 因为在来了好几次之后 在 那个所长当时是姓密宗的 他姓密宗的 就他就找了他那个 什么密宗的师傅 有没有 过来看一下 他说有没有什么 那样的情况 他就讲说 你就弄一个地上王菩萨的 那个就可以了 这样子 就因为这个样子 才具有了地上王菩萨像 在那边 而且那个 那个泥像 有没有 它是开过光的 所以后来 后来之后所有的这个 所以只有台北有 台北看守所 其他地方都没有吗 比如台中 高雄都没有吗 有 地上王菩萨像 其他比较独特 只有台北看守所 有地上王菩萨像 因为北守他的建筑是北架行的 对 他的建筑是北架行的 你如果像他做记者的 都知道 在高处看 那个是北架行的 为什么去北架行的 北架行就是没有 外面的阴影 你知道吗 好 也 连带影响里面的 似的阴影 我怎么不能注意 你知道吗 所以我 我看到一个 是我们同学 是清新跟我说的 那实行 同学的意思是 外面的同学 不是好好的同学 对 因为他在里面做 他在里面做十个 以前看到 就是说 一个市场团已经执行了 对不 执行的时候 设访都好像睡两个 这个去拖出去执行的时候 还有一个新四位立下 你听懂吗 新四位立下的时候 他就不敢说 这个另外这个同学 不敢说 你睡着这个胃 已经拖去诊诊 什么 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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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在里面睡的时候 很不平静 什么 睡不去 一声人来他炒 不然就一声 像他去把巴子放下去 不然就是 晚上会叫 叫 叫名 不然 拜托的 不要来找我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同学 我告诉你 他说 你现在睡这位 你来的时候 都没有拜拜 他说我怎么拜 我都不知道这位 什么 我反正有空位就睡 他说 你睡这位 你竟然会拖出去 洗衣 你站了人家的位子 所以 你占了人家的位子 你不敢说 不好意思 就睡一会 你就是要 他在说的时候 你晚上要铺床的时候 要面向窗户 跪地 祈祷 就说 不好意思 我什么人 我就是因为什么 我现在来 睡你的位子 跟你交叉 和希望 你保密我 我的肝子 可以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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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他睡了 他才平常 这个人 这个翁星同学 才不会回来洗你 对 他刚才说的最有名 就是 只求灵意多 不是 那个灵意最有名的 就是卓常人 反公寓是着常人 他那个时候被枪杀 就被枪毙之后 那天晚上 他住在那个进来叫做阿智的 就睡在他的那个位置 你这个着常人已经 已经伏法了 就已经枪毙之后 那天晚上就是 然后阿智睡着常人那张床 对 就是在他 不是床 他那是地板 地板 服务那个地板 地板 上面他有一个置物柜 小小置物柜就是放东西的 就是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死球 他有衣服什么东西放那边 他就睡在那边半夜的时候 竟然有人在那边收东西 而且就回来拿东西这样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回来拿东西 要让人家说一说 那些着常人回来想东西 而且你睡到他的位置的话 那每天晚上 着常人来就提他 他说你站到我的位置 所以他那个时候 每夜都睡不好 他要找管理员 说他买一些那种 行列和那种座 给他摆 然后这些着常人 就没乱来找他麻烦了 而在今天 也有议员问到柯P 对今天执行死刑的看法 市长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今天法务部执行了 小英上任后第一个死刑的 处决 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了你在2016跟2018 两次谈死刑的问题 我觉得你比较倾向于废死 对不对 不过要配套措施 因为台湾是这样 你要废死就要终身监禁 你不能废死 对啦 你说无期徒刑 关个十年就出来 你讲过嘛 对不对 所以你对于今天执行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 是不是有点 YG有在揣测说 是不是在转移焦点 因为最近水患的事情 故意要转移媒体的焦点 转到这边来 但是这个转移焦点 我倒是讲 我就算用政治考量 我都很难判断 那你支持法务部这样的一个作为 你是顺从这样多数的名义 还是说你有不同的想法 作为医生你知道 当然 我常说要救这个人的平址 医生当然是要救人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老实讲 但是当然我觉得这样 如果要维持死刑的话 不啊 如果要维持死刑 如果你要废除死刑 也要很明确的配套措施 在今天有议员问柯P 怎么看现在执行死刑 过去的例子 真的执行死刑枪决之后 执政党的民调真的会上升吗 从上一次郑杰来看的确有 但郑杰我想插播一件事情 就是郑杰执行死刑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大家不知道 郑杰挨几枪 我的消息是三枪 郑杰挨了三枪 我的消息是三枪 对不对 三枪 然后三枪挨了之后 刚刚斌哥有讲 有两个罚警 一个执行的主任假官 其实还有几个 就是杂役跟管理员 因为要负责他的身后事 就像刚刚斌哥说的 要去拔掉脚撩 对 然后收尾签 他的编号要注销 要通知郑杰的家人等等的 有一段比较不容易 就是通知他的家人的时候 其实大费周章 大费周章 因为他的家人非常的害怕 因为当时有在江子崔 那个出现 然后他父母亲下跪 跟社会当中说对不起 那一次之后 他们家人把他江子崔房子卖掉 然后隐姓埋名 躲到哪里去 没有人知道 其实找他有点困难 后来好不容易 台北监狱通知到了 郑杰的父亲 他说你儿子今天下午 枪决 伏法 那后续的后事 我们要把遗体交给你 他父亲说 可是你要交给我可以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约一个 不要在那个公共场所 也不要在殡仪馆 他怕被媒体追逐 他怕再次曝光 因为他有个弟弟 然后他太太都觉得非常的 因为这个儿子的关系 后来他们约在国道 某一个寒洞下面 然后就拿 在国道寒洞下 然后拿那个 给他单子给他爸爸签 签完之后把尸体给领走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记者跑来跑去 不知道到底他要到哪里去 其实有这么一段故事 在郑杰枪决之后 大家不知道的 他们只有联络 好不容易才找到 好不容易 刚刚华川说 郑杰打了三枪 那今天的李鸿基是一枪 一枪 据说史上有打11枪 才伏法的 这应该是在1949年以来 到现在目前为止 大概他被打过最高的 我有听过6枪 有到11枪 有到11枪 那个是一个最早在台中监狱 有一个 有一个当时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俗称的江阳大道 他当时要被执行死闲的时候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时间 他那天是在下午 大概4点10分左右 所以他也是在下午 他也不在早上 而且以前的那个行刑环境 跟现在行刑环境差太多了 以前那个行刑环境 讲难听一点很粗暴的 而且以前最早都是有所谓的宪兵 因为以前军阀时代的时候 当时他是两个宪兵 拖到了那个围墙旁边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洞 他有一个洞挖在那边的时候 他通常一般是把他丢下去 然后头朝下脚朝上 过去连棉被都没有 你是说有点像倒栽葱这样子吗 对 他就是要让他整个 因为他是整个被绑到后面 靠到后面 他的右脚一脚踹下去之后 他最好那个斜坡是这个 这样写的 非常那个斜斜的 就下来 脚在上面 那个时候 照理讲 当时的时候 那个后面就会拿一个粉笔画一圈 心脏的位置 心脏的位置 而且以前的法医也很普隆功 那是法医是吧 法医去画 对啦 但是以前的法医很普隆功 然后他就随便画了一个圈 这边想他心脏位置是偏的 他偏 结果一枪下去之后 而且以前也没有所谓的麻醉剂 一偏完之后 他开始有没有 痛得挣扎 有没有 到处爬 结果好死不死的时候 心脏那是个很菜的宪兵 吓坏了 他也开始手在抖 一路追一路打 一共开了十一枪 不见得十一枪都在身上 但好歹开了十一枪 最后的那 你听到刑场里头 对 因为我以前是听到 一个死球在那边跑 然后一个筷子 手在那边追啊 对 因为我以前是听到一个 一个老的罚警跟我讲 他说那一次的时候 他还是很菜的时候 当时在开到最后的时候 实在没办法 所以应该有一个 老的资深的宪兵的士官 他可能手比较稳 前面开了十枪的时候 有多少有打到自己的 有打到那个兽型人身上 他是一路哀嚎 一路爬 你想那个场景有多恐怖 黄昏时刻 一个人背后都是冒着血 然后一路这样子爬 一路哀嚎 有没有 这样子蠕动了这样子 后面是批乒乓乓的在那边这样开 看到最后的时候多恐怖 后来最后没办法的时候 是那个老的那个什么 那个士官 士官有没有 拿手枪就对着他后面有没有 很近的距离 从头部打一枪 才死掉 孝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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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非常非常又有 非常久的时间 馬車煮下去 給你拚了 國旁邊有嗎 怎麼會給你煮馬車 新電視那邊拚一拚下去 因為這剛才之後來造成法務部 為了這個事情開會 他說這太恐怖 為什麼 當下執行的檢察官 聽說回去做了好幾天噩夢 也那個什麼旁邊的那些雜役有沒有 一個個嚇到晚上睡不著覺 因為實在太恐怖了 那個畫面 最後怎麼辦呢 就知道有人就提議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引進國外的那個 就是說在行刑前的時候 注射那個水的高激量的 這樣子的一個麻醉劑 然後另外把那個刑場的那個狀態有沒有 變得好一點 讓那個所謂受刑人有沒有 今天至少不要像那麼粗暴 用腳一腳踹下去 他整個人就栽在這土上面 所以後來為什麼才有棉被這個情況出現 慢慢慢慢再改進 所以筷子手這個工作 真的 現在年輕人不想幹 據說曾有一個老筷子手 他執行過80位死刑犯槍決的老筷子手 他退休的時候 長官還很誇張 說拜託 千萬不能退休 因為現在少年沒人要做這個討論